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必去搞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本来没有 是你自作自受 是你自己分别执着片线出来的 尤其是执着 执着一放下六道就没有了 这个梦就醒过来了 众生之所以成为众生 就是分别执着妄想造成 离开了分别执着妄想 每一个人智慧得相 与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华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促成道理就是 就很感慨地说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这个话说得多清楚 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他的故事 他的错误 就是在一切法里面 其量分别执着而不能争扎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心心在那里 无所不在 它是虚空法界的本体 离开本体 它能显什么 就好像那个电视的荧幕里 心心像荧幕 所有一切现象 都要从荧幕显出来 离开荧幕 它显得没显到 我们的心是虚空法界 虚空还是心心变现之 心心不是虚空 虚空是心心变现之 心心也不是伐戒 伐戒是心心变现之 世界与佛 也不在自心之外 要晓得自己的心 非常的广大 信报太虚 亮周杀机 所以这个心呢 不能太小了 小了就可怜了 心量要大了 静虚空 变发界 是一个自己 把真正的自己丢掉了 在这个里面 执着一点 认为那是自己 那很可怜呢 楠言尖上有个比喻 它把大海 比喻作我们真心 把大海里面水泡泡啊 比喻了个迷惑颠倒的人 它执着那个水泡泡是大海 而把整个大海都忘掉了 这叫迷人啊 这叫反应 觉悟的人想的 整个大海是自己 那个水泡泡也是自己 水泡泡 没离大海 我们的心 有多大 现在那个心量 小得不得了 两个人还要吵架 你说可怜不可怜呢 第二个就是讲啊 迷失自心啊 可怜民得啊 说佛从哪里学习 心量脱开学习 心量拨大 就不能入大臣之门 寺庙里建筑啊 天王殿 面对大门 摆了个大肚皮 迷了佛 就是告诉你 心量要大 才有资格进门 那个门槛代表大臣之门 中国佛教都是大臣之门 你没有大心量 进不了大臣之门 心量要大呢 金刚经上讲那个四项啊 自然就破了 我像我见了就破了 所以他用的方法 妙的就大而化之 本来那个心量很小 把心量放大 这一放大了 我之法之都没有了 都破掉了 这是大臣法的神强啊 这是大臣法高明之处 尽量把你的心量放大 把你的心量脱开 所有一切的烦恼 痛苦 生死轮回 都是小心量造成的 所以学佛第一个 要把自己的心量脱开 要包容 不能跟任何人对立 对立 迷了 六祖慧能大师 你看达福印宗的 那个话说得多好 佛法是不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二是什么 二是对立 我给你对立 这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你我他是一 所有不同的族群是一 所有不同的宗教是一 所有不同空间为次是一 一阵法界 这个是佛高度智慧 真实的善巧方便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 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 大臣尖教里面把心量脱开了 学祝福菩萨 为一切众生认真 勤修精心 勤修节定会 开发自信里面智慧功德 自信本具无量智慧 无量功德 用这个智慧功德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把佛的教会 佛教化众生 接受过来 我们把它发扬广大 令一切众生都得佛化的利益 像佛一样 破度众生 这就对了 我们学阿弥陀佛 学阿弥陀佛的心量 学阿弥陀佛的慈悲 学阿弥陀佛的智慧 智慧怎么求 万缘放下 这就是智慧 智慧本有的 没有障碍了 万缘放下 学阿弥陀佛的慈悲 心量脱开 要保障 并发及血空气 一切诸佛 插头里面的六道众生 不是只顾眼前 我们的心通腐 我们的愿通腐 我们跟佛走一条路 一个方向 一个无聊 我自己希望往生极乐世界 我希望所有 六道苦难众生 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 弥陀佛的本月 我希望你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我希望你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我希望你能够往生极乐世界